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年创办了《路振工作室》 就是香港第一间银发的无特意中介公司 跟一般的无特意公司有点不同 我们的无特意的年龄起标是50岁以上 最年长的一位其实是94岁 我叫做黄家眉,Anissa 我的印象就是无特意很漂亮,很年轻,很貌美 跳得,唱得,很有活力 我叫Anthony,作文名是郭志明 今年还差100天就是65岁 在《路振工作室》製作一个兼职的银发模特 工作室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其实就是推广老年 可以是一件很精彩,很正面,很玩的事 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的想法可能比较新 但我希望,我亦都相信 在将来我们不会再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因为每一间公司或者每一个人 其实他们已经有这个认识 我们现在推广Aging Gracefully 或者Active Aging 但这件事可能大家现在觉得很极端 我们在镜头之下将一些年长人士 去化妆打扮到花枝挑战 但这种其实可以是很乐地 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好的 在现在这个年纪成为一个无特意 我想树立的榜样是 让我女儿是一个开放 接受新的事物的榜样 也不会有什么年龄限制 其实如果可以在不同的时候 去接触不同的事情 其实是每一刻都可以学到新的事物 好,Cut 听到我姐姐Apply Model 你会被人欺骗的 是不是人家那些街边走过拍张卡片 原来接着要给几皮东西那些 上那些Turning course 我刚才看到我姐姐做的那些Performance 感觉上都很有趣的 因为很少见她有这样的表情 认识她这么久 很少见她有增眉龙眼 或者很忧屈地看着她的镜头 挺有趣的 我有个感觉 就是我一直都将专业知识 和年轻人分享 是一个单程度一单方面的输出 于是乎就肯定觉得 没有理由 这个社会肯定是有些伤情路 于是乎就很希望 年轻人有机会灌输一些新的知识 来补充一下我自己的不足 所以就选了这个目的这一行 谁知道原来真的很多年轻人 很有干净 很多方面都很专业 令到我大开眼睛 很专业 我很想鼓励我的朋友 或者跟我上一年龄的朋友 去用一个心态 是什么心态呢 就是放下自己以往的身份 那些已经不重要 或者那些已经过去了 未来有什么新的事物 开放去接受 开放去体验 有一些不同的事情会发生 而那种发生是会带给你喜悦的 我觉得这个开放的态度很重要 跟你是一个什么背景的人 是没关系 你不同年纪 不同阶层的人 其实你都可以很注重自己的外表 虽然我老了 但我仍然尊重自己 我选择自己的一个穿衣的风格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精神面貌